虽然不会了 但为娘报仇的场面 岂能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呢 赵毅排出多少屏吧 两千余人 李晨康一人一见 一人一见 此次在无人赶阻拦车前 一路被去了 真厉害 徐凤年呢 出来没有 李晨康既然还在马车上 徐凤年自然也在 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 有我陪你细行 李晨康不来 谁拦得住你 那就万无一失了 这一夜 难得睡得踏实 大师傅 咱们上路吧 我已经等不及 敢去棋树了 好 起床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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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びん 早晚 大师傅 为何已经要起职了 起 Site 人多眼杂 又在下面这路 走水路更安全 我们到前面等船 后面的楼眼睛而下 十块十万还不定改变路线 大师傅 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 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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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凤您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 就这事 你怎么想的 你的绝路不该在这 还不走 你的绝路 不该在无敌城 而是在这儿 无敌城救我 是为了再次截杀 说不通吧 救你 截杀 都不是为了你 我眼中的敌手 从来就不是你 你等的是我 我娘进京中府那天 你人在哪儿 徐霄应该查过 我寿命离京不在京城 我查了你的调令 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 问了个遍 寒雕四 我娘中府那天 你回了京城 这么说 是有人看见我了 是有人看见了 但不认识你 那没关系 你的相貌比较好认 就不怕认错 本来已经八九不离十 而无敌城一行 则是彻底确认此事 这个人 当日再没在京城 他在 你在京城 为什么在 因为皇室围杀我娘 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就真 但你们也害怕北梁事后报复 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 谁能想到 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圣殿 那段时间 你们应该很怕吧 怕北梁起兵杀尽京城 但是并没有 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天下出定 若此时再起杀机 世间又将陷入战乱 生灵涂炭 万劫不复 为了天下人 我娘瞒住了此事 她很了不起 可这样的大局你们在乎过吗 北梁如此强悍 换了哪位君王 不担心哪 你承认了 到了这一步 再狡辩就失了气度 没错 当年围攻你娘 由我一告 很好 徐家清除于兰 徐霄没猜到的 你做到了 你就这么小看徐霄 这么多年以她的能力啊 我不相信她没有回忆到你 但她始终没有想复仇 因为北梁子弟死伤无数 才换来天下太平 她不敢为了一家私仇 再起刀兵 让天下陷入战乱 她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 北梁王重大局 但我和徐霄不一样 杀母之仇怎能不报 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 为何要妥协 我徐凤年 绝不委屈自己 所以 你宁愿回了先辈床下的太平盛世 我都说了 我和徐霄不一样 人情功力我要 天下大义我也要 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 我偏要两全其美 不愧本心 现在想想 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书 也是在配合你行事 可有些事情 我始终想不明白 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书 又怎么会知道是我 来送他这一程 更古怪的是 我们这一路 路线一变再变 你怎么能拦在此处 自然是有人 痛风暴行 是你 是你 你是北梁手下 当然不是 其实他的身份 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书 自然是有人在朝中 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波 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目 你到底是谁的麾下 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吧 顾建棠 顾将军告病 是不是很及时呢 不可能 顾建棠为什么要和北梁合作 因为只要我活着 大师父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 有您在 就不会让顾建棠离开京城的 门户不回山 总是心不甘的 就是我死了 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 可是少一分扯仇 就多一分希望 说得再立 既然是顾建堂麾下 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 算我多问了 轩辕家掌控天下水 卖着其中的便利之处 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 对大将军来说 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 我想入住轩辕 既是受命 也是为自己求前程 可惜啊 被世子抢先一搏 轩辕家的时候 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 并没有 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玄辕家 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 哪有时间受命 何况 你也没有机会 与徐凤年交 少阴学功 你过去盯着徐凤年 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 最好听不到 也不强调 也不强调 没错 还是我给的机会 大将军看中上瘾学功 自然有麾下助流 正好给我上帝 吴大将军也不容易 我还记得那时 你回了我话 你回来了 徐凤年和我媳妇 都去了哪儿 自在无意说 我不敢靠近都听 我见你见神的时候 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 绝对没有 那时候就在骗我了 对不住 你挡了大将军的路 谁 来 袁庭山 顾大将军想问世子 知不知道王妃玉福那一晚 寒雕四起是在京城 我知道 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 可以的 这么一来 差不多都明白了 吴剑堂不但没有阻挠 反而暗中推动 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 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 才让你出现在这里 这么说来 西蜀公主也是你的棋子 江霓不是棋子 就算没有江霓一事 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 结果这么巧 遇上了曹长青 又撞见顾剑堂也想杀你 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 留着以后再用 谋划倒是不错 可惜啊 顾剑堂没法亲自来 就不陪你聊了 我们上转 并且留待 也是我们的船 你先上船 你也来了 往那边过后 席龙笑 姐弟死可都搞急了 虽然不会了 但为娘报仇的场面 岂能错过 难怪你要帮宣言家 天南海北崎岖此处 也只有整部天下水路的宣言家 可以做到了 江南 学宫 龙普山宣言家 你这一路每次停留 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 你们无路可走了 就你们四个 也想杀我 谁说只有我们四个 难不成你还能从北梁调兵啊 徐凤年 我时刻关注北梁 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 也就只有楚路山听你好令 如今楚路山兵马未动 依旧镇守在北梁 你哪儿还有援兵啊 陈志宝 这是北梁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 怎么会是他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来这里 不是为徐凤天 只是为义武复仇 想办法杀出中尉 不必等我 先去输地 我去输地 为输冲阵 放出点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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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人 远远不够 大师傅小心 来 来 去 去 没想到 到最后见识 夫妻一乡子 谁与你夫妻 是吗 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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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天上金刚 可惜这样的天才 就要毁在今天了 过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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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没丢吧 刀没丢吧 请贼仙亲王 两袖轻射 请贼仙亲王 我天门者自能临家人神 可我偏偏不服 不服天道能定人神 命运无法抗争 不服人法慎天 不服天人便是仙神 我手中剑 展开天门 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 战去天命 战去家门 这面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 给我开天门 给我开天门 我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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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什么 放年 哥 大黄金 宣伍 你们吧 大黄金 波哥 大黄金 他们 的 骨益 我的 内難 微 再次回到家庭 等待恶 加上李前辈接了一箭 这一箭 下次打开盒子 用两袖青蛇的心法 可以用一次回箭 若不是李重刚 加上等待恶建议 竟凭这一箭 你们杀不了我 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 老师傅 我爹不能见我吗 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 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取证 哪怕完结不复 也要为自己创出一线圣机 我该怎么办 我敬你 我再问你 你oit人 你这个人 我还是让你尽活 我可以留在那里 还有一点 你 你生来就是许家的弟子 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 而我却要偏激一切 才能看到一丝凄亏 我明白 你应该非常恨我 我不恨你 我也不认命 但我就试着改变它 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 待到现在 我都不后悔 其实你也一样 也是你 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 谁放天 你和你 了不起 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 挑起天下战乱 赵凯 你的下场 皆远一次 我输在不远 我输在不远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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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别再吊了 顾大将军脱口短告协议 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 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辅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 谁知道呢 回北凉 后宁 我用种感觉 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 跟我回家 我们必须回到原处 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 就等于是昭告天下 是我们杀了韩雕四和赵凯 等你成为北凉王 就能借我们回家了 好好练刀 别丢了徐家的脸 这 是他给你留下的 今天几个天下 四十九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八 我就回来 接你们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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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